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或者是5822来召唤人工红娘为您牵线搭桥 那如果想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可以登陆我们的服务号定制专区 来进行一个详尽的了解 那么今天呢依然是由三位专家老师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一为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心理专家金盈 心理专家王颖 媒体人李扬 欢迎三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把掌声 送给今天第一位登上这个舞台的嘉宾 掌声邀请 一号女嘉宾张军60岁北京人 离企业管理退休 张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接下来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今儿的关键词很特别 一共是四个 那看来我们张女士也是一个 特别有故事的人 我们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曾经的风光 我刚才说您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是特别干练 一定也是一个女强人 应该是 应该穿得上 曾经的风光是指什么时候的事情 是我1978年刚开始参加工作 分配到海淀副食品公司任那的营业员 服务员 我是1983年担任海淀副食品公司 夏娃子和盗座庙 两个单位的经理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那时候不到将近24岁 我经过80年 81年 82年 三年 任北 就是我们参加北京市的业务技术比赛 我获得了切熟食 和那个各一斤小肚熟食 北京市第一名 那你意思就是说一刀下去 就是一斤 不是 它是一个小肚 给的大小不一样 基本上都在一斤以上 要求是一斤切的不能有断片 称高称低都不行 不能有镰刀 这样的要求的时间是一分四十秒 但是我在59秒9完成了这项任务 各一斤 好厉害呀 他这样的专业应该是不错 在一个女将 我们那会计划经济 起码她作为年轻人 她有一个上进的心 在北京市你想能拿到这个北京市的劳动播放 是吧 起码要求上进 知道吧 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觉得这个女士作为这个年龄段来说 气质不错 但婚姻这方面您是 那是父母包办的婚姻 当时是我母亲满意 母亲喜欢她 她又会来事什么都会做 跟家里像个女孩子一样 她的弟弟是72年去游园 在紫竹院公园被水淹死了 船翻了 所以说我母亲在当时是单位的一个领导 去到她家去看望就是我的婆婆 就这样认识了我这个爱人 所以觉得不错 特别细致 对 那在婚姻当中应该她也是这种风格 刚开始很幸福的一个家 我呢就是 婚后呢就感觉到呢 比在我自己的娘家生活的要幸福 为什么呀 因为我在我们家老大 弟弟妹妹都小 都得我来带 所以我觉得进到这个家以后 公公婆婆对我都很好 真是的 下班以后连饭菜都给热在锅里头 这不挺好的吗 我很幸福 对呀 但是在83年 那是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提中青年干部 要求是33岁以下 北京人要有孩子 还得成就是结婚的 才培养 就我的爱人呢 他符合这个条件 就保送他去上学 就因为有了文化了 有了知识地位可能要高了 找了个女人 您怎么知道的这是 嗨 这是通过他去香山学习 让我给收拾他的那个 顾门夹子 我发现里边有了一封情书 有了一封情书呢 我就把它背下来了 搁在脑子里了 那上面写着你好 小花狗 小花狗 我那爱人也是熟狗的 就说 我想呢就是 现在我睡不着觉 是凌晨四点 我吃了七片安眠片 没有睡觉 我扶着这扇墙 就如同你在我身边 我想现在 你正搂着他 睡得正香吧 这是一封 他写的东西 所以我这么多年 就把它搁在心里了 多了个心眼 拿到外边 敷衣机上 敷印了一份 搁在我的皮箱里了 根姐 其实你在一遍一遍地回想 一遍遍读的时候 你心里不痛苦吗 他实际上过去有欢乐 他肯定有痛苦 但是我作为女人来讲呢 我说这些 也是我人生的一步难吧 那就该面对的 我要去面对 所以你拿了这封信 你跟你的前夫当时是 没有 什么都没有说 一点情绪都没表辱过来 永远没有 我们就这样 又共同生活了八年 但是八年以后 他就跟我说瞎话了 说瞎话发展的 那就是说 我作为机械工的领导 跟书记 跟工会主席 我们到年底 去检查机器设备 对吗 我说好 要求去半个月 那就去吧 咱得支持人去工作呀 没想到 突然在第三天头上 遇到了一些什么情况 我就给他打电话去了 当时晚单位打电话的时候呢 值班的人说呢 你家这个人已经早下班走了 我说他跟谁谁谁在一起 不说去检查设备吗 他说那个 哎呀 人家这会儿都搂着媳妇睡觉呢 我当时打了个乐 但是我没吭声 把电话撂下 我又认识他那个书记的家 我就打了个车 到了人家家一敲门 人家的副书记也在家 我就问他 他说 可能他跟人家喝酒去了吧 就把这题给岔过去了 哎呀 我说那我就回去吧 你就别管了回去 回去换了件衣服 又打了个车 从我们大中寺 又回到五孔桥 当那时候已经是夜里头 快十二点了 我跟司机说 您在楼下掉个头 把车停在楼门口 您自己家的门口 哎 我说我上去看一下 五分钟不下来 请你报警 因为我意识着 可能要出事了 就这样 我开开在家里的门 第一道门开开了 锁着 第二道还锁着 我开开了 我一看 我结婚熟了 大辈子 从来没上过身的 都在人家两个人身上干什么 我没有办法 坐在沙发上 点了颗烟 抽了两头 马上就走了 起来 这是谁 她一瞅是我 一愣 好人 这个躺着的是谁 叫她起来 好人 这个女的起来了 我一看 是我跟我婆婆家这边住的 隔一堵墙的街坊 就当时写情书的那个也是她 对 就是她 默默地我就回来 大车回来了 就你知道是谁了 您就走了 我就走了 回来了 回来以后 回到这边 我睡觉了 睡觉了 睡了 睡得着吗 睡不着 吃了安眠药了吗 连食不吃 那我不用吃 我会安等我自己 作为一个工作那么多年的一个单位的领导 我这点事在想不开 我觉得那不是我 她回来以后呢 回家以后呢 她当时我回来以后也就十分钟左右吧 她打车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就想跟我说 不要说 想睡觉 上床睡 不要跟我说话 就行了 第二天早起的 那个女的 从那个院过来 进门给我跪下了 姐姐我错了 一切都是我的 没事 这错就改 你知道我有一个家吧 就行了 我说你千万别再多说了 第一 我婆婆当时在街道当主任 我怕街风四林知道了 婆婆的工作受影响 我在单位作为一个领导的 当时我是想 如果真正的 让单位人知道了 自己家都管不好 你还管人家干嘛呀 人家不脱你脊梁骨啊 所以这个事就慢慢地就淡漠了 就割下了 那为什么最后还是把婚姻子离了呢 最后是我呀 我在情感上认输 为什么认输 因为呢 孩子放假了 她想让这个女的带着她家小孩上我家来 上我家来呢 那次陪我女儿来玩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呢 你想想 你今天不同意 明天不同意 那就吃饭吊腰子 干嘛呀 天天不回来睡觉 在底下玩 玩够了 中午回来了 她喜欢吃面条 喜欢吃饺子 那天包的是饺子 这饺子要下锅了 她要吃面条 就因为这吃面条 我二话没说 我们俩没争没炒 我说好 我给你买些 这一买 我就永远不会回来了 回娘家了 骑着自己人吃 回妈那儿了 为什么那么大的事情 您都没有 就是做出一个决定 反倒这么一个小事 您做决定了 就是因为这个小问题 因为她不自量了 等于是不自量了 为什么 给的机会太多了 那就自己不珍惜了 就是当您发现 她真的在外面 有了别的情感 到您离回中间 又过了多少年 就一共八年 孩子11岁的时候分手的 我感觉一开始 肯定是隐着 是吧 两个人都有单位 可能单位人 都知道了 她从面子上 可能也是 觉得过不去吧 在于你听着她的介绍 如果她一次出轨 你原谅她再出轨 你老说是不是 她这个事 她就不能容忍的事 再一个出轨 这个事 所以宾管男方就放 我认为这是底性 出轨 是吧 这是个底性 但是我觉得 对您第三个关键词 因为从来没有在选择的舞台上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这一段呢 是我人生 从最高峰点 走入人生的低谷 因为跟她离婚嘛 我把工作调走了 我95年调到了 北京市天潭机电 承涛设备公司 任这个公司的法人经历 在这个单位 也是一个当时倒闭的企业 之后呢 我是让她转为北安的 基本上就保持工人能发出工资 能不能报医药费 当时我去的之前都没有了 都不存在了 等于您是去把这个企业给救活了 是吧 当时接的这个企业 那是北京市的 都是搞电的嘛 像什么楼房建设呀 咱们的电器开关呀 等等一系列 其实你们很多人 要是老北京的人 或者是你们六班的 原来从天桥 十字路口 往东 到金鱼池 这一带的电动设备门市 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公司的 那你当时手底下的管上多少人呢 总共这个公司吧 这一六是23家企业 它人不是说特别多 但是呢 也不少 这人列外事 你要讲道理 这是一个根本 是吧 我呢 这个为什么走向人生的低谷呢 这一段呢 可以说 99年 因为业务嘛 比较那个重要 那会儿 刚才也不好进 也是我 通过我底下的副手 副总 他给介绍过了一个同志 就说业务比较好 手钢 咱们进刚才都没问题 他在我这单位 我不承认的时候 待了半年 给我这个单位 做了两单生意 那都是几个亿的工程 最后 一考虑 主要与业务嘛 就把他下了个聘书 聘进来了 我也没想到 把他聘进以后 我 进了3800公里的 BV所从县 一夜之间 被他给我倒库 倒走了250万 当时北京市 东莞电线厂的电线 只有我一家 我的副总 另一个副总 发现了 在别的门市 有这个线 有在卖 是吧 他在出售 我说不可能 东库都是朝阳 成建仓库 都是走火车的 我那大库 我说怎么可能 他说 您看看吧 我现在给您去取 2.5平方的 就给我取了 1.5的 我一看都有 妈呀 四个的 六个的 我一下愣了 我从门头沟 龙原路 这个分公司 开车 奔着朝阳 拿着我的证件 打开库房 报到朝阳刑警 丢了250万 不是他光是卖的问题 他是对这个国家 这个公号 不负责任的问题 因为这个线呢 入了库以后 他要经过咱们 电信公司去摇表 摇表 验证 他属于合格产品 还没来得起抽检 他把股价倒了 明白了 您的意思了 就是说这批货 本来还没有推向市场 等着检验呢 对 这个时候他丢了 就被你刚才说的 这个聘用的人 给倒走了 倒哭了 那怎么办呢 把他找来呀 找来跑了 最后刑警 公安说卖了80万 逃跑了 跑到哪 跑到东北 当时咱们公安部啊 就三十九的那些 我这些朋友 就下通缉令了 等于是我们的人进去了 他正好退房出来 没抓到 没抓到这个事情 作为我来讲 当时是一个企业的领导 是那么想的 这件事我已经报了 是吧 你们公安都到场了 那就这属于刑事案件了 那个付款 咱们得挂账 什么时候解决了 我什么时候 才能付这个款 这个对方单位不干 牵手的中间单位不干 正好赶着九九年 党政干部严打 就把我作为 北京市大案要案的重点 就把我给收了 经过多少次走程序 退捕侦查 因为没有付款 没有抓住人 你是法人 你这是一张合同 叫合同诈骗 给你定了一个罪名 结果判了一个无期徒刑 这个是我终身 都永远到死 都忘不了的一段经历 这个人生非常曲折 对谁来说 都算比较残酷 但是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财富 但是总的来说 是太累了 太不幸了 到了监狱以后 凭着自己的能力 也有文化 所以说到那儿 也比较受人重用 就是等于我换了一个工作 虽然名称不好听 但是我换了一个工作 到那儿呢 就是担任女子监狱 我去的时候呢 那是荒州野外 后来那会儿三百多人 到最后呢 跟少管所合并了 那是管一千五百个人的伙食 我是火房的调度 坚任分间区的大事务班长 那个时候反正我一个人 管这么多 确实是 也挺忙的 我太累了 我的手和脚都不够用 那这是做账 连夜我都做到夜里三点 四点 差一分钱对不上 从总财务监狱 那都不干呀 就因为我前边的那任的人 0.05他给改成个一分 差那个0.05对不上账 我找了三天三亿 我愣给他都找回来了 您看后来 其实您在那里边的生活 也都步入正轨了 但是总会有一个心理的转变 就什么时候您就觉得 我一个老板变成阶下囚 然后我要振作 我不能这个样子 你真的看上所有这么大 一个分范的一个小口 能塑紧一水咬子 从那差点 一脑袋没有 就一下就想从那小口 把脑袋啪就钻出去 你这那种是什么 心情当时真的 心里头比吃那黄连 比吃什么都苦 有泪无处去说 我自己的母亲 自己的家都没了 你想想 那爹妈不着急呀 哎呦 我这心里呀 金如刀角的 可我没办法 我面对这个现实 我就最后下监以后 到了监狱 人意呢 就是给了我这么一个工作 由于工作也忙 我又想把自己 在外边的这些工作经验 因为也是搞商业的嘛 积累起来 怎么抄劲 怎么绕圆 怎么把工作干得最好 让所有的警官 哎 不要去这样的看你 永远是养着头子去看你 我今天能来到这儿 我就不怕 我所有女子监狱的领导 来看到这场节目 传出这个事 你可以看出这人 心打两块的人 这你不用说 心里开始关 绝对心打两块 真的真应该给他个赞 我挺佩服的 我是2001年 监狱判下的监 5月22号下的监 2003年嘛 5月22号 改为有期徒刑20年 20年 为什么改20年 我挣的奖 我没有用 过去呢 监狱挣的奖 是大份滚 你要够个七八千分 一剪就剪九个月 你要是够三四千分呢 可能就剪三个月 但是我呢 就想 我留着这个奖 我就改20年吧 我就以后一剪就是九个月 一剪就是九个月 这不快一些吗 我总共待了17年 零一个月 这人的一生太不容易了 真的这女的很强大 我觉得一般人都完了 真完了 如果这女的 这女的不简单 她是无期 刚开始 无期简单 如果这女的 如果是文化水平够的话 她应该写一本书 出来以后呢 弟弟妹妹把我接回来了 说实在的 我的家庭挺好 弟弟妹妹 因为都是从小 我们在一起生活 和睦相处 回来都是弟弟妹妹 给安排的 家里的吃住一切 都给我弄好了 也不用我着急 就是一样 马路变了 公交车站变了 我不认识家了 出门呢 都是车接车送 后人呢 有一次我说我不行 我一定要坐公交车 认识认识北京的路线 就坐了三站地 下车就找不着弟弟家了 最后没办法 拿着手机打电话 手机会用 过去没出事之前 很早就用大枕头 大枕头小枕头 完了用手 翻盖摩托拉的机子 打电话 你在哪呢 你别动 我们去接你去 反正回来 我整整一年吧 一年的时间 我真是眼泪泡了心了 我出这么大事 我没掉过眼泪 但是回来以后 我见着亲人 我见着马路 我见着钱 我那眼泪就泡心 为什么 我什么都不认识了 我真是一个傻子 最后 现在适应了 回来以后 我的母亲啊 这是我人生啊 最遗憾的 最难忘的 2007年 我母亲因为那个 心脏 做大桥手术 去世了 等于我回到这个家 没有亲人了 就是妈在床上瘫着 咱们也愿意 有个妈呀 没有了 所以只有弟弟妹们 我就跟他们相依为命 所以现在也是 住在他们的家里面 不计 我现在那个 国家那个 给了房子了 我回来以后 原来我母亲的房子 我们有 国家展地 就分了 分了房子了 分了房子 我也就是 给了一笔钱 为了亲情 为了弟弟妹妹 这么多年 不离不弃 十几年啊 风雨无阻的 探亲路上 我把钱 都安排在弟弟妹妹身上 自己留了一点点 啊 那个房子也是 我给租住去了 租住的钱 我都给弟弟妹妹分了 因为他们带我太好了 那您怎么办呢 我自己 回来以后 人家都开除了 我还不错 没开除 我单位领导 因为我工作比较出色嘛 把我的关系转当那个人才 我回来以后退休了 反正工资吧 不高 但是我自己呢 还是自私其力 现在在一个家政公司 有一份工作 给一个小孩做辅导 完了给他做一点家务 一个月反正 三个多小时吧 那个 也是给三千多块钱 加上退休费 自己生活什么都没问题 我特别想知道 其实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怎么会让您来到选择上 要追寻自己未来的一个幸福 你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这个人在最寂寞 最无助的时候 是多大的痛苦 要比没得吃没得喝 要撕心裂肺 我回来一年 从来家里的灯没关过 门没关过 我永远敞着门睡觉 我去年三月份 出了一个车祸 出了车祸以后 因为咱家的要顾护工 顾护工呢 他不好好带你 他玩 他根本就不管你 我这人吧 又是好干净 就什么都喜欢自己 做饭都喜欢自己 我说你把菜洗好了 我就扶着墙 能站起来扶着墙 靠着桌子 我来给他做饭吃 一个月给五千四 所以就这样 然后我们楼下的那妹妹说 姐姐你别这么过了 你能不能去找个老伴 我说 说起心里话 我不是不想找 我是找了以后 我真是有后怕 她毕竟有过 那么一段的历程 所以说呢 我就觉得 谁能看上我这种人呢 对不对啊 这么 跋扈的一个女人 可以说 又怕人家接受不了 而且咱有这一段的人生经历 她能够接受你 就可以在一起生活 她不接受你 这种人不能志同道合 因为我觉得我的经历 没有丢人 没有现言 没有干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我觉得我不喊着 我没有什么可不能说的 我觉得应该跟人如实地去谈 但是她的事并不喊着 按咱们一般人里并不喊着 但是她很倒霉 真的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合适呢 首先一个能够自我懂我的人 我不要求她多么多么高尚 首先一个她要有住房 有住房 我不怕她有老人 她有父母 我可以尽孝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父母了 你们要知道我在监狱里奔箱 是什么心情 那警车开到 那是什么心情啊 面对着自己的母亲 我没有了 所以说我现在回来以后 我就希望能有一个老人 在我身边 我喜欢有父母的人 还有呢 她要有房子 希望她有房子住 两个人的共同生活 因为我没有什么负担了 我的孩子都大了 大了 我的外孙子 外孙女儿都有了 他们也不跟我在一起生活 我就希望呢 找一个能理解我的就行 我见到您 看您的眼神啊 眉宇之间有些怕 我觉得也代表了一些 叔叔的一种感觉 您啊 真是挺拔分 挺强势那样一人的 您知道吗 我是觉得您应该啊 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除了您说的 懂您的 还有就是 在您的字身上 柔和一些 就像舒婷写的那种诗一样 她身旁的一株木棉 增加她的高度 蹭托她的围仪 作为树 跟她站在一起 相互支撑 谢谢 我觉得我会的 我是一个 很能理解别人的人 我特别希望您改个词 这个不是灾难 是跟头 我觉得您是人生摔了个跟头 因为我在监狱和看守所 都做咨询 就像您这样的 风风火火 但是不懂法 就是当您成为法人的时候 您并不知道 要承担什么责任 您只是说 我能管我自己 我不会贪污国家一分钱 是这样 我是好人 但是我们的这个案子 一定是由于您是法人 没看好国有资产的 这个堆 所以您要承担的是这个责任 对 那个时候的钱相当于上千万 对吧 和现在的意义了 上亿了 对呀 那么对方公司如果说 把东西给了您 他没有招落 他怎么办 他也没法交代呀 是吧 不判您 他就得判他 对东西没了呀 钱没 都是国有资产 对 是吧 但是您又是幸运的 在监狱里面 我们说这个管教干部 还是发现了您的能力 是吧 重新燃起了您这十几年 对生命的热爱 对 然后您自己的家人 弟弟妹妹 又可能又疼您这个大姐 那么今天我们有公租房也好 连租房也好 其实我是觉得 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就要承担 我们每一个时间段 要承担的东西 对 特别希望在选择的舞台上 有这样一位男士 接受您过去的所有 能够跟您共度二三十年 而且我间隙一定有 我也坚持 能有志同道合的 重新开始 重新启航 我们还是先来认一下 一号先生 好不好 来 掌声请上 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我们栏目组在12月份 将为单身朋友们重磅推出 两场别开生命的活动 一个是2019年12月11日 举办的相亲指导 单身沙龙活动 活动中将有选择专家 为您分享 相亲成功的秘诀 第二场是 大家期待已久的相亲活动 是在2019年的12月25日 我们为您精心策划了一场 高雅精致的相亲聚会 我们的主持人和专家 也会在这场聚会中 全程给予陪伴 相信在这场浪漫的 圣诞聚会中 您会找到期待的爱情 诚挚邀请您 来参与我们这两场活动 报名电话 5205859和52605820 详情请扫码登陆 选择服务号进行了解 为了让老百姓都种得起牙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 携手中华慈善总会 拜博爱心基金 全面启动公益爱牙工程 2019公益爱牙工程 专项补贴第一期 火热进行中 凡有牙齿问题的观众 均可拨打热线电话 报名申请看牙补贴 报名热线6702-0200 6702-0200 第一号男嘉宾郭坤林 63岁 北京人 造建筑公司退休 一号先生在观察室里 已经对我们一号女士的 基本情况做了一个了解 不知道您对一号女士的 基本印象怎么样 还挺好 我们的一号女士 愿意对郭先生 再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吗 说一说吧 好 了解一下 有言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守南千 厂商的两位 能否擦出爱的火花 接下来进入更想懂你环节 我们来对一些基本问题 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女士的住房情况 现在是有叫 公租房 公租房 对吧 多大平米 在哪儿啊 在那个金玉府 田村就是公村 多大平米啊 26.7的 好 这个您现在是有退休金了是吗 每个月多少钱 两千多 两千多 有儿子还是闺女啊 女儿 结婚了也已经是吧 都结婚了 好 那先生呢 您的住房情况 我的住房 跟我儿子一块住 在哪儿啊 在那个母亲 多大呀 62.6平米 是儿子一家 还是你跟儿子一个人 我跟儿子 两人 他没结婚的儿子 没有 多大了 34 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 着急吧 他不着急 到现在 我都不着急嘛 跟他说好 有个人他不想找 他原先啊 出过对象 出过八年以后就吹了 也不知道怎么用什么 咱也不知道 因为我的事 不是对一个男士来讲 三十多岁 还是可以接手的 对 那他知道您今儿来吗 知道 我跟他说 支持您在找吗 支持 哦 好 那您退休金有多少呀 4400 还有其他收入吗 没有 没有啊 有基本的这收入 好 那基本的情况 做一个了解了 要不要再来 详细的沟通一下 不用了 我觉得第一呢 跟儿子在一起住房 你儿子得结婚吧 将来 三万得结婚吧 对 你能够负担他 成家以后的房子吗 我跟我儿子说了说呀 他你要结婚 我就搬出去 那您搬哪儿去啊 我儿子搬出去 他搬出去 他先搬出去 那您让他搬哪儿去 你不管他那边也可以 可以那个工作房子吗 也可以 是你让他34他可以啊 你也没给他这备个房子呀 呀 我说有些事 我一说我这老伴一签啊 就不说了 一说老伴这个 他不宽 说给他买房子 那孩子不要 现在你说 贵那么贵他也买不起了 我们站了说 当时有钱 但是 当时站了说我呀 站了以后给他是 八九十万 那时候你像长宁那边房子 也就是三四千块钱一 说给你孩子买 这孩子不干 这孩子当时不想要 什么都不想要 他搞的那对象是广州的 本来人还不想在北京呢 说不定去广州呢 是吧 就是啊 为什么现在就说没买 现在也买不了了 那您是因为觉得以后可能 就没有房子而放弃掉 先生是吗 一个是房子和你的 这在意你的身体状况 你的身体不太好 怎么看出来的 我能看出来 他有一边脑子血管堵了 因为身体不好 是有过什么脑梗或者怎么着的 没有 没有啊 那您有没有什么 什么山高啊什么的 没有 这也没有 我这回刚做完了以后 什么毛病没有 什么毛病都没有 那如果这样 咱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因为还有其他的先生 好的 再看一看 好的 您觉得合适的就主动 到台上来沟通 好不好 好 这边 谢谢 不客气 这次呢 我觉得还是多少有点紧张 以后有过打算吗 有打算 我还准备东山带起呢 我还希望我自己 有我自己的一番事业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玉浩先生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进入原来 视你环节 关键词 有三个单位里的香波波 你看 空竹玩家 他说你对我也够劲了 您在单位里是做哪个行业 维修水展 就说咱们新开工的一个地方 整个人得上水 没有上水 咱们怎么施工啊 时长你得做水吧 也得施水吧 时长什么锅炉了 你都得弄啊 对您是单位里唯一的一个 导致的维修的 对吧 那可不是吗 哪都有问题 不就在找您吗 是不是 让我过 头儿立马着找您 就是想说有活了 几活了 就是干半晓 你得干半晓 你看跟我们家一村说 没有电呀 怎么办呀 就拿着气焊 好了你得干活啊 那大家都需要您 三天两头找您 那您工作得多忙啊 那怎么办呀 一般咱们就说 单位活干完以后 别人说有点什么事 再帮忙一点 不作为 我听说连这个单位的领导 都对您挺客气的嘛 还挺怎么回事吧 反正他找到我 你不去 也不行 所以您这个当时收入 应该也不低吧 收入就那么回事 咱说这种工资呀 有点奖金 听说这会儿奖金比 这个工资高多了 那可不 你看我们在 那个领导说的奖金 你家工资来的多少 才准备板了 有块钱吧 就说 那奖金就得三百多 三四百有时候 那真的差不上 我们那时候开工资 就是什么 我老板就吃什么 月中啊 拿那个奖金 月底啊 开工资 那那会儿你们的小日子 过得挺好呀 是不是啊 是吧 那是不是那个 没时间照顾家呀 反正天天得回去 真的回家 因为我这个工作 有时候想啊 升工去就去 因为我这孩子 有时候我也管 一上了学就好点了 那段时间 一直到退休 都在这个单位吗 一直在这个单位 哦 不看这人很本分 我觉得他是一个 过日子人 行 这第一个关键词 第二个 空竹玩家 现在玩空竹呢 现在不玩 最起码我的工作 有三十年了 嗯 我买都是这竹子的 后边它这个 这个竹子和那杆啊 坏了 那您算买一个 不就完了吗 没这工儿嘛 你忙什么呢 得了 我别跟你说了 这我跟你说 今天凑啊 你要是敢 昨天 昨天为什么 我上这场一面 赶紧给我打电话 我哥那里去世了 我都没辙了 我这就是凑了 哦 您哥走了是吧 哦 这样的 家里有好多事 你别以为 就家里的事 各种杂事是吧 对 父母倒没有了 哦 那您是从年轻的时候 就玩空竹吗 就是我 七十三年毕业 以后 完了不是都没事啊 毕业以后就玩了 一开始没钱啊 咱们都没钱 啥啥啥啥 学那抖那个 抖坏了以后 参加工作以后 才买了 那时候买的空竹 才一块多钱 一块五啊 在东四 龙古大厦那时候买的 买了一个坏了 后来又买一个 就到现在 那一看完了 那您玩的最好的时候 都能玩上什么程度啊 就有瞎玩呗 有什么花啊 什么的吗 没有 就说一般的 咱们就扔起来以后 最好是 抖的小轴这个 知道吧 那大轴 那小轴 那小轴要抖起 是最响的了 哦 最开心的时候 以后我觉得 还可以捡起来 锻炼锻炼身 就是以后 我说再买一个吧 他说你对我也够劲了 这肯定是您老伴 对 上偶 他走了多久了 走了快二年了吧 哦 你们俩是 那个人家介绍的 哦 多少年的夫妻啊 四十三年 八三年 二十七岁 领先文证 嗯 八三年 他妈又没有了 嗯 我就等着八 等着八四年 才结婚 嗯 八五年 才有的孩子 你们俩 互相看着 对方什么了 哎 人家看我 一老什么 抓住 别的也不会什么 得了 错过了 两个人什么 过得特别好 是吗 特别好 一般的 一点小事说啊 比如说 我上哪儿 瞧边点 这胳膊 受风 疼 有点抬不起来了 扎得真久 就我媳妇就那么有病 她也得给我送一伞 咱们不说别的 就这点小事 嗯 她都给我送点 所以她一直对您 照顾的都挺好的吧 对 她有病 我也得照顾 她最后什么问题啊 心脏 她有时候 是零七年做的 嗯 正好十多点 多点吧 做完手术之后 就是您一直在照顾她吗 这我得照顾 你看 开始落 我都不管用了 什么都不管用 大便不出来 吃 要吃了太多了 还得 失手抠啊 哎呦 这个拉出那屎 就跟那个洋风袋 那在那出来啊 嗯 我得一下这抠啊 您都不介意啊 那有什么介意 自己老伴啊 什么的 所以 这是她最后说的这句话吧 嗯 对您是特别满意啊 对 她有没有在临终前说 交代 说你再找一个啊 什么的 她说 可以 你再找一个 但是我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 我们家的事我全都不管 人家假如说是 养老金去领钱 那个大工资 我都不管 嗯 所以您要再找的话 也要找一个这么能干的吗 再把您重新管理起来 就是人家 我呢 就是说 现在又说 再找一个那什么 人家 能过日子就得 对不对 说吧 当时我这个养老金都给你 不就完了吗 还有什么呢 您对岁数有要求吗 怎么也得55亿以上吧 大点也没事 比我大点也没事 其实叔叔给我的印象特别好啊 您上场之后 我观察到了有三个细节点 能代表您上的三个优点 第一个细节点是 在主持人刚采访您的时候 您谈到了爱人去世 然后情不自禁地就哭了 就哽咽了 然后但是又很快地 调整了自己的情绪 说不要提这一块 这一个 您的这一个举动 或者说 这一个表情吧 我觉得您是一个 重情重义的男人 那第二一点呢 是说当一号阿姨 毫不留情面地说您 不所谓 对 有问题的时候 然后您一直在笑呵呵的 我觉得您性格特别好 您是一个相对比较大度 包容性比较强 而且很尊重女性的 这么一个叔叔 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难得 那第三点是 我觉得您的责任心很强 这个就是刚才您说 家里挺忙的 这一两天 您的哥哥刚去世 那一刻您又哽咽了 但是也是很快 调整了自己的情绪 很多人在您这个 遇到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会跟编导说 可不可以换一个时间啊 或者是说 我家留点事儿 今天来不了 但是您都没有 依然保持着很稳定的情绪 来到选择 所以综合您刚才身上 我说的这三点特质 我觉得您其实是 这个年龄段的阿姨 应该是比较喜欢 或者说就是您很适合 做中老年丈夫 所以也希望您 如果在我们选择舞台上 遇到您心仪的女士 您也一定要大胆地去争取 谢谢 咱们这样 先把二号女士请上来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好不好 来 掌声 尤其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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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